这个李总这里面的东西还不错 然后呢这个我建议他不做 他也侵求了我的建议 然后这些呢他就给我极大的性质 看着设计 看着设计可能都是顺着价值最大化 颜点先生还是小姐姐 这里面呢要做一个佛工 其他的也是全权处理 感谢感谢 这个我昨天呢跟朋友做了沟通之后 他说全部一二三 全部做立体雕 这个我们家波哥 他说当小孩设计题材 OK最喜欢当小孩题材 这个没有说啥 就说了一句 看着能做什么 一定经历 这个是发哥 发哥呢是想要做老鹰的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只老鹰 然后呢其他的我在看着 材料的特色来设计 这两个是这一届里面品质最高的 这个六九哥 他是说能拆出来做小兔子啊 葫芦啊如意啊 OK这个王先生 他就这样看着处理 好你们就拭目以待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份呢要重点说明一下 有一个粉丝是个高手 他说这个南奇的这个红皮呢 有可能是满肉 而且事实上也证明还是满肉 这个是满黄的 它倒全部都是满黄的 眼光很厉害 然后呢重点是这一个 这个呢就做了一个山子 那么呢在上面画 大家肯定不知道它画的是什么了 你看你们看得出来 这红红的就是画的东西 但是看不出来 那么呢我们就用图纸就做了一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些石头的形状 都是根据这个 它的原来的形状来设计的 还有这个呢就是 说要给小孩做的题材 那么我们就做一些 比较有利于小孩的 那个体材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什么的小孩 一叶成名 我们调的是叶子 然后上面叶子禅 资料嘛 名还有神龙护主 因为这个珠子有颜色 而且是最高点 其他的色少一点 那么我们就把它敲成珠子 还有这些呢 零零种种太多了 那么呢我们会重点的 挑出一个来做视频吧 不然的话太多 我怕你们看不习惯了 然后这个呢 因为这个红色 它这里是有所缺陷的 它这个是这样 这里缺少了肉 那么我就想到给它做一个 纯大圣然后呢 这边肉缺少的地方 把它做成一个披风 因为披风嘛 可以随行 大家看一下 这种巧可不可以 那么呢 这是我们做视频的一个主角 在这里画呢 大概打了一个草图 在这里又画上一下 让大家感受那种感觉吧 还有一点一点 更重要的 差点打眼 这个石头 从它的观感 飘花色彩 这个纳藏石啊 它是跟翡翠共松的 那么呢 我想都想不到 它可以跟翡翠长得这么像 这个石头呢 不管它从哪个方位去看 它都是极像翡翠的 那么呢 我们在哪种情况之下 发现它不是翡翠 切 我们在入刀的时候 因为像这种石头 总这么好 它不应该那么软 一切就进去 那么呢 切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光面 它这个面有什么 这里闪闪了一点 我们这个叫做 针状包裹体 来看一下 一点一点一点的闪 然后呢 它的晶体就像那个针一样 这个我们在学的时候 这个叫针状包裹体 那么一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肯定第一时间 要跟朋友做沟通 不然你以为你的高品种 给我换成这个水墨子给你 那么呢 第一时间我们做完沟通 然后呢 就去做了一个证书 确实也是那场所 我们做完沟通 我们做完沟通 大家觉得我们钓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挺好的 让它是巧一巧的挺可以的 其实这个呢 从钩方面不管是材料来说 它已经没什么收的了 我们就说说 这里的光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后面 它透过来的 我们这里 后面刷了一个边框 它这个有一些人说 好东西不需要调水 是的 那是鲜嵌类的东西 因为它整个很平 如果是说你这么大的挂钻挂 你很平 我们有汗水的嘛 它沾挡的时候会贴肉 贴肉很难受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边框 然后顺便倒一点点弧形 那么它就不会贴到 我们到资能光底下去看一下吧 这个是别人的东西 我拍视频 我也是抓得紧紧的 来大家试试看 现在呢是没有太阳啊 但是这是在自然光底下的 怎么样 现在觉得还看